以念影娘获得坎城影展最佳导演的侯孝贤 今天在总统府货班二等警星勋章 对于电影有一半资金来自中国引发争议 侯导演直言拍电影资金筹措不易 与大陆合作是不得不的选择 以电影刺客念影娘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 导演侯孝贤货班二等警星勋章 面对马总统他直言资金筹措不易 与大陆合作是不得不的选项 那跟大陆合作呢 通常会有一些知识节节 也会有一些留言 但是就是不得不 所以我这次是主要是大陆出了一半的资金 电影刺客念影娘赤资4.5亿元 一半的资金来自中国 四分之一来自台湾中益 另外四分之一由导演侯孝贤自行筹措 原本国发会愿意投资 自拔钱多万元却卡在电影剧主 无法签订完工旅乐保险 双方未能合作 算一下差不多要付一千多万先 一千多万 然后还要派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资助每天来 还要监督嘛 有所有的费用 那我就算了 国发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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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发会跟发言表示 电影刺客念影娘为了与周边的文创产业结合在一起 导演侯孝贤直言批评 文创产业我听不懂 坦白讲 没有这个词汇 我感觉 这是错的 从头到尾就是错的 你有文化 你有一个能量 他就会创作出来 那就是创作 就是文化的创作 不需要什么 署名为文化产业 你现在 所有出来的东西 其实就是 我们所谓的台湾位 台湾比就是 在坎城英战大受好评 但侯孝贤表示 台湾定筹措资金不易 认为意见应该与公部门讨论 建立一套更妥善的资金机制 新台湾友在电视 常会要 张员田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